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板桥高中英文科吴嘉玲 今天在这里跟各位介绍的是搭配词 搭配词collocation是我们学英文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也是同学常常觉得很困难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酷音整理出来的资源 可以帮助同学在搭配词的使用上更加的熟练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部分吧 第一个是学习资源 一点进去就是一系列的搜寻搭配词的网站 那我们随便点一个进去做一个示范 好的这里有可以让大家输入查询的词的栏位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看到stand的使用 输入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一系列的搭配了 那如果想要知道它在原始的句子里面 是什么样子的使用的话 点进去就会看到它原始语料库里面的句子 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 好那其他的搜寻的网页也是差不多 各有自己的优点 老师可以找一点时间 一一点进去看 看哪一个是最顺手的 接下来就是练习题的部分 这是根据大考中心的词汇分级表 作为分级 所以level 1应该是最简单的 我们先来试试看level 1的第一课 好的进去就是一个像这样子的配合题的题目 同学只要把他觉得最适合的单字拉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在这里的示范是随便乱写的 所以他一定是会错 好到这边就已经是最后5题了 一个题组只有20题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只得到15分 是不是很不理想呢 没有关系 这时候请同学回去检讨一下为什么错吧 请点一下review quiz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刚刚作答的状况 好那这个第一格 我写limited是错的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intense 他也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同学可以做笔记的时候了 好那如果不满意这个分数的话 请你回到上一阶层 你就可以再做一次题目刷新你的分数 好那这里的题目非常丰富 不过就像刚刚的操作一样而已 就很单纯 那以我们在课堂中要怎么样帮助同学呢 我这里从刚刚的这个题目 以及学习资源的两个部分跟老师们介绍 那首先在刚刚题目的这里 也就是这一个搭配词区域的最重要的地方 可以怎么使用呢 老师看到它是有分级分课还有分数 那是不是非常适合当作作业给同学回家练习 所以再次提醒老师 这里是有派课的功能的 如果老师对于派课有兴趣 可以观看我们的派课影片 然后我们就很可以很顺利的 把这些部分分配给学生 搭回家当作作业了 那如果要分配给学生当作作业的话 请老师设定一个进度 例如本次的月考之前要做完五回 或是这个礼拜之前要做完第一回 那做完之后 例如同学一定要几分以上才算过关 或是直接拿分数当作平时成绩 那同学基本上会想要争取到100分嘛 所以他就会回头的重新的一直做题目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里面的搭配词记起来了呢 那之后的使用 老师要让他们做笔记 或是做小考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不是在回家当作作业的话 也可以用在课程里面的 5到10分钟的零碎时间 例如今天刚好有10分钟了 老师请同学打开酷音 分组下去做搭配词的练习题 并且把他们做出来的成果 写在黑板上 这样就是很好的预习或是复习的活动了 所以请老师试试看 使用这个地方 让同学的搭配词更加的熟练 好的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Level 1到Level 5 这个部分题目的使用 接下来学习资源的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样放在课程之中呢 好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资源 那所以第一个步骤 就可以请老师 把这些资源推荐给同学们 让他们先熟悉搭配词的工具的使用 并且养成查询搭配词的习惯 接下来呢 就是跟课程的结合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单字 好 那我们常常上了一大堆的单字 还有介绍用法 但是同学都记不起来 真的非常的可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同学变成主动的学习者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同学在预习单字的时候 先去把搭配词查出来呢 这样子他们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了 请同学在上单字之前把单字的搭配词都查出来 写下来之后 在课程开始的时候 请他们先报告 或者是彼此分享 让他们的印象更加深刻 如果这样子的工作太重 老师也可以让同学分组 例如每一组认领五个单字 去查询搭配词 并且用共编的方式 在线上汇整成一个笔记 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 搬上同学一起的学习笔记了 接下来我们如果在课文里面要使用 可以怎么使用呢 老师常常会发现在课文里面 除了这一课要教的单字之外 还会有一些单字是好用的 或是同学不熟悉的 而且每个同学的状况可能都有一点不一样 那是不是可以请同学在预习的时候 先把他们觉得值得学习的单字 或是困难的单字圈起来 然后先查询搭配词写在旁边 这样子一整个学习下来 就是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笔记 也是很好的课程学习成果 然后就是教到句型了 教到句型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使用搭配词呢 我们先来找刚刚有看过的 作为示范好了 好在这里假设我们老师 想要教一个片语叫做feel like 那在传统上的做法 我们就会把feel like的叫什么公式写给同学 例如说feel like后面要加名词或是动词ing 然后要加子句等等 但是如果换个方式 是不是可以让同学自己告诉老师这个公式呢 老师可以先用查询搭配词的方式 找到一些适合同学的句子 并且把它放在黑板上 让同学推理 以这样的句型来说 后面应该要加什么呢 那同学可能有各式一样的猜测 老师最后再做一个总结 这样子同学印象更深刻 而且多了一些阅读的机会 然后接下来是更好的使用 那比较适合高三的同学 到了高三同学们开始写作文了 这个时候请老师一定要推荐同学使用搭配词 为什么呢 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同学写出来的句子 看起来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读起来就非常的不同顺 那很有可能就是搭配词的问题 如果同学有高一高二查询搭配词的技巧 和基础的话 到了高三老师就可以让同学放手 使用这些搭配词的工具 去修饰他们的文章 他们可能是平常在写作文的时候查询使用 或者是我们遇到模拟考的作文 发回来的时候 同学也可以使用搭配词工具去修改它 例如每一篇文章里面 找出自己最常使用 或是喜欢使用的几个单字 然后去查询搭配词 把搭配词写在旁边 并且想办法修改这个句子 让这个句子变得更好 然后这个工作也可以是小组进行的课堂活动 例如这一节课里 老师就分配工作 每一段交给一个小组去修改 看在搭配词的方面 怎么样让这篇文章就是变得更通顺 更像英文 然后再上台报告 以这样子的学习历程来说 经过了一个学习 同学一定是累积非常多的心得 也是很好的课程学习成果 那讲了这么多 老师们应该已经知道这个地方 有多么的丰富 以及多么的好用 那希望老师可以善加利用这里 并且推荐同学来做学习 一定可以让他们的搭配词的使用变得更好 让他们的英文更上一层楼 让他们再次准备 适合 把它做出 或 跟 音 对 在